人生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海外校园 我们这个机构最近这一年 我们重新再重新思想 海外校园的意象是什么 这意象意思就是说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我们希望看见什么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的意象是什么 我要到上帝应许的 那牛奶与蜜之地 这是他们的意象 那么我们海外校园这个机构的意象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出版杂志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校园事工呢 为什么我们要做网路的工作呢 到底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呢 我们最近经过一年一年的讨论以后 我们决定说我们的意象是什么 我们的意象就是广传福音 使神国的故事成为神桌的故事 神国的故事成为神桌的故事 意思是什么 神国的故事是超过万民万主的 是赐给万民万主的 那我们身为中国人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中国 但是我们希望神国的故事 也成为中国的故事 就是让神国的信 望 爱 在中国能够显出来 让中国文化 民族 社会 也成为一个有信 有望 有爱的一个国家 这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出杂志的目的是为这个 我们做网路施工的目的是这个 我们做培训的工作的目的也是这个 我们希望神国的故事 成为神桌的故事 我相信这个意象 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共同的意象 神让我们在澳洲 在墨尔本 在西区 在南区这个地方 让我们就盼望 在西区这个地方的华人 神国的故事 成为墨尔本西区华人的故事 我们在我们这一块的地方 尽我们当今的本分 有的人可能在美国 可能有的人在欧洲 有的人可能在国内 有的人可能在甘肃 可能在上海 那么但愿神国的故事 成为上海的故事 成为甘肃的故事 成为墨尔本 成为柏林 成为台北的故事 成为香港的故事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我们应该有共同这样的愿望 玛利亚 她生在那一个时代 在那样的地方 她愿意超越 她能够超越个人 超越民族 进入神国度的眼光里面 最后 最后 你的人生像哪一首诗歌呢 昨天晚上我们唱了很多的诗歌 中国古代的诗经里面 苗条淑女 君子浩囚 这是一首情歌 岳飞的满江红 这是一个悲壮的历史的史诗 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 一个爱国的人 他所唱的诗歌 苏东坡水调歌头 在怀念她的妻子 怀念她过去的妻子 非常的多情的 这一首歌 那么今天 像祺域唱这个橄榄树 我相信很多人会唱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这首歌 这是代表一个人 在梦想着期望的 找到梦中的橄榄树 橄榄树是一个象征 代表她的理想 她的愿望 她的人生的一些目标 邓丽君 甜蜜蜜 通常青春晚会 也常常会唱这首歌 甜蜜蜜 甜蜜蜜 你的笑语 笑容 真是甜蜜蜜 这是我们的愿望 希望我们一生都能够甜蜜蜜 希望我们的家庭甜蜜蜜 赵船有一首歌 赵船就是我很丑 但是我很温柔的赵船 她有一首歌叫 我是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 却也飞不高 有一天我飞上枝头 才发现我成为猎人的目标 这是一首流行歌 很多年轻人喜欢唱的 我最近在看着这些歌的时候 我在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 情歌 悲歌 名歌 史诗 但是当永生上帝的故事 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的情歌 悲歌 就成为一篇一篇像玛利亚一样 以神为本的诵歌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同样唱这一首诵歌 但因为玛利亚的诵歌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诵歌 当我们在春节的时候 我们唱的当然是喜气洋洋的 这种诵歌 但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命 也需要像玛利亚一样 因为认识神是谁 因为以神为中心 因此我们能够唱出 像玛利亚一样的诵歌 但因为当我们每一次 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刚刚我们唱了许多的诗歌 这些诗歌就是不同的作者 从他不同的人生的经历 从他属灵的经历里面 来发出属灵的诵歌 玛利亚的这个诵歌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包含了整个救恩内涵的诵歌 我们今天所唱的圣诗 可能把我们救恩的 某一个部分表达出来 但是但因为我们以后 在唱这些圣诗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认识到上帝 把我们的人间的情感 成为对神的情感 再圣化为我们人间的情感 上帝把我们的悲伤 圣化为以神为中心的经历 然后我们唱出这些悲伤的诗歌的时候 心中却有盼望 有信心 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所要做的工作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 我们借着玛利亚这一篇的尊主送 让我们看见一个 以神为中心的人 看到一个平缓的女子 祂因为认识你 祂思想到你的作为 祂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祂从心里面来发出这样的颂赞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以主为中心的 尊主为大的生命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首读圣经 敬畏神 爱神的一个女子 所发出来的诵歌 所以但愿这样的诵歌 也成为我们心中的诗歌 但愿我们的人生 就像这尊主一样 我们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但愿尊主为大 以神为乐 成为我们不断的经历 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 求祢祝福世恩 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在这新年的时候 我们有许多的愿望 但愿我们今年当中 更深的认识到 尊主为大 以神为乐 求祢祝福保守 祷告奉耶 是基督圣明 Amen 是基督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